最近大家对中国恒大这个企业一定非常耳熟 毕竟经营了这么多年的房地产大公司 居然成为了第一个被银行在大众面前直接要债的公司 现如今恒大已经欠了银行天价的利息 为了偿还债务还把价值156亿的总部变卖 许家印这次是真的玩砸了 就连日本都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评价 那么许家印为什么会走到如今这个地步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破产的真相 大家对于许家印向银行借这么多钱的行为 是支持还是不支持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不支持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区打下不支持三个字 许家印1958年出生于我国河南省昭口市 在他现在的任职中比较被人们熟知的 是中国恒大集团的董事会主席 他除了是中国恒大集团的董事会主席之外 他还身兼述职 有任我国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一职 有任中国丝绸之路理事会 中国委员会副主席职位等等 许家印1982年毕业于现如今的武汉科技大学 他毕业十年后创立了广州恒大集团有限公司 许家印曾经入选过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2020年新财经富人榜等等 许家印是我国著名的企业家慈善家 许家印还曾就职我国全国政协委员会 许家印在读书的时候成绩并不是很好 他读整个大学期间都是靠着学校的助学金读完的 许家印毕业后曾经在钢厂深圳工作过 他在工作期间受到了一些挫折后 决定离职创立恒大 许家印从小酷爱体育事业特别是排球 他把恒大发展强大之后 曾赞助过我国排球和乒乓球 许家印所创立的中国恒大 位于中国香港最繁华的地带 恒大拥有着十分优秀的地理位置 中国恒大首先创立所选的位置 是许家印在2015年 以100多亿港元从华人手中购买的地皮 他购买后 直接把这块地皮改名为中国恒大中心 他也就此开始了他在商业上的伟大宏图 但是近日却有传闻 说恒大集团有意出售这座大楼 他们也从恒大集团中确定了这个消息 恒大集团为什么要出售这座大楼 我们不明所以 有传闻说 从恒大有变卖总部大楼这个举动可以看出 目前恒大正在面临很大的经济危机 从前段时间恒大股票崩盘之后 投资人们纷纷跑到恒大的深圳总部公司去要债 除了这些投资人 还有很多拿着无法兑现商票的供应商 和付了房却无法交房的准业主 还有那些借给恒大钱的银行 从前段时间 恒大官网发布的公司盈利报告能看出 恒大在上半年一共盈利了100多亿人民币 但是很搞笑的是 恒大上半年的房地产居然亏损了40多个亿 他们在新能源汽车上的投资也亏损了40多个亿 在中国财经报中 记者写道目前恒大负债高达2万亿 这不是1亿2亿的小问题 而是2万个亿的大问题 而且恒大给银行的利息是在10%以上 这不就意味着 许家印每天睡醒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想着怎么样还给银行一天几亿的钱 许家印所经营的恒大 是世界全球500强的企业 在中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名企 为什么会混到这种地步 他就经营恒大这么多年 他把恒大所盈利的钱都拿去了哪里 许家印作为中国最早期进入房地产的企业家 他有了他自己独到的眼光和敢冒险的勇气 不然也不可能把一个小小的恒大 做到现在世界500强公司 当初许家印看中了广州的一块地皮 因为这个地方比较偏僻 银行急着出手 于是许家印就去找银行谈判 他表示自己可以不砍价 原价拿下地皮 但是银行必须接受一些其他的条件 银行同意后 许家印拿下了这块地皮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在这个地皮上面 盖当时房地产中比较少有的小户型楼房 他建这个小户型楼房 所有的一切资金 全部都是贷款赦账 没有支出一分钱 在他这个房子盖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开始宣传预售 在他宣传预售的第一天 营业额就达到了八千多万元 这是许家印没有支出一分钱赚的第一桶金 他赚到的这些钱 不仅还了欠银行所有的钱 还还了盖这个楼欠的钱 还完这些钱之后 他还赚了非常多的钱 许家印之所以能够把恒大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靠的就是这种敢冒险 勇闯荡的精神 才造就了他的一番事业 但是也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精神 才导致他现在在恒大的发展上 碰到了一个很大的钉子 恒大在不断地进行扩张的时候 并没有为他们的前期留下的坑做填补 在欠下了那么多钱的情况下 还继续不断地扩张 导致这么多年的下来 恒大欠的钱越来越多 哪怕靠着房地产赚了上千亿 也没有办法一次性偿还这么大的窟窿 而且恒大也没有想过要补 反而不断地对股东进行分红 而许家印的分红最多 在恒大新增的新事业中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汽车行业 但因为多年来的亏损 让恒大的汽车从当初的7000亿港元 跌到了现在的300亿 在这中间的差价 也不知道最后到了哪个地方去了 恒大在汽车行业惨遭严重失败 在房地产上也因为国家政策 以及有房的人越来越多 导致最后这些房子很多都卖不出去 再加上恒大之前欠的钱也一直都没有还 欠的金额越来越多 需要偿还的利息也就越来越多 最后导致这个窟窿越来越大 在早期恒大繁荣的时候 可能还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 但如今的恒大已经奄奄一息 已经没有能力把这个大窟窿堵上了 这才导致恒大如今随时都面临着破产的危机 许家印这么多年的计谋也因此彻底搞砸了 不过最让大家感到无语的是 恒大这件事不仅中国人对此非常的关注 就连日本都十分关注恒大的动向 刚开始恒大出现危机的时候 日本就开始在旁边幸灾乐祸 对恒大的所作所为指指点点 就如同在村口非常出名的碎嘴大妈一样 一个劲的在那里说 恒大这次肯定要面临破产 甚至还说恒大的破产 会不会导致中国发生像雷曼兄弟一样 对中国造成一场非常庞大的金融海啸 但是日本仅高兴了没几天就乐极生悲了 恒大的这场风波没有波及到中国 反而波及到远在海外的日本 日本之所以也会惹上这场风波 是因为日本也有一个机构 在恒大的身上投资了很多钱 据说好像在恒大的身上花了大概5.7亿人民币 而且这个机构还是恒大排名第九的投资大老板 在恒大也是说得上名字的存在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投资者亏损了5亿 还不至于让日本伤金动骨 让人惊讶的是 这个机构竟然是负责管理日本普通老百姓 所有的社会养老金的机构 现如今这个机构因为投资而亏损了100亿的日元 最后这笔亏损说到底 还是要由日本的平民百姓来把这个缺口填补上 不想吃这种按亏的日本人 最后肯定会有很多人 以这个理由拒绝交养老保险 当初日本的这个机构 看恒大这么赚钱 想要从恒大这里捞一笔钱 但是没想到 最后恒大因为管理不正当而面临破产危机 让日本想要捞一笔的想法直接落空 不仅没有达到原来的目标 反而还要因此亏损一大笔钱 但这件事情也引起了很多人的疑惑 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么多大企业的背后 都有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呢 这些人在暗地里投资中国这么多的大企业 是想要干什么呢 在商业圈混的人都很清楚 企业发生资金断裂的事情 是一种很常见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企业都会在即将发生资金断裂的时候 就会提前做出防御准备 保证资金断裂之后 能够成功度过每一次的危机 就连当初的万达都在欠款4000多亿的情况下 成功的挺了过来 把所有的债款都还清了 现在还发展的越来越好 而以许家印最后能不能从这次危机中 让恒大重新焕发生机 至今还是一个大谜题 因为恒大如果最后还是倒闭的话 许家印还有其他的后路 现在他的手中还有很多资金 这笔庞大的资金足够让他在恒大倒闭之后 重新东山再起 哪怕他不想继续待在商业圈里面 也可以凭借这一笔钱 有一个非常快乐幸福的晚年生活 许家印过得快活了 但是那些投资者们可就没有许家印这么好运了 这些大投资者们并没有料到恒大最后会发生倒闭这种事情 也都没有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如果这次恒大最后还是倒闭了 他们将背上巨额的负债 有些人甚至还可能会因此家破人亡 不过好在许家印并没有放弃恒大 在今年中秋的时候 许家印还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发了一通消息 说自己绝对不会放弃恒大的 恒大再一天他就再一天 不管怎么样 最后还是希望恒大能够顺利度过这一次的难关 毕竟恒大倒闭了 就会有很多人将面临着失业的困境 在这一场危机中 有着许家印的陪伴 相信恒大应该能够从这次危机中挺过去 最后希望许家印能够说到做到 不要做一个临阵逃脱的胆小鬼 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其他不一样的想法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想法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观看到现在 下期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在等着大家